好,各位同学,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三千五百巅峰词汇速记 那么我们看一下今天我们要讲到的这几个单词啊 首先第一个叫做Acur 这个Acur什么意思呢 用作动词表示发生或者是出现啊都行 怎么来的 前面的前击OC 注意了这个OC啊 包括这个AC 他们都是一回事 经常就表示去怎么怎么样 好,去怎么怎么着 或者向怎么方向都可以 后面这个cur注意了 这是一个词根 大家需要记住啊 这个cur这个词根呢 它就等于run表示跑的意思 表示跑,奔跑这种感觉 所以整个单词逻辑就是 朝着什么跑过来了 向什么跑过来了 叫做要发生了,要出现了 就这东西马上要跑过来 要出现这种感觉 叫发生,出现 都可以叫做Acur 已经朝着你跑过来了 好,这个单词是这么出来的 好,我们看一下 那么考试里面 一般怎么来考呢 第一个叫做 Acur to somebody 那么翻译成什么呢 叫做观念或者想法 被想到出现在脑中 举个例子 比如说 It didn't occur to him that 他从未想到 注意了 你就不要翻译成 哦,他从未发生在他身上 错了 叫他从没有想到过 就脑子里面 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在他脑子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 叫It 什么呢 叫Accord to somebody 好,这个要把它下来 来,那么我们再往下看 下面他的这个派生词 注意了 前面是Accord 表示发生 后面的Ence Ence此时啊 仅仅只是一个经典的名词后缀 所以整个单词意思不变 就表示发生 或者是出现的名词形式 叫做Accurrence 你看Ence是一个名词后缀啊 此时 来 我们看一下 在考试里面 它一般经常出现的一些考点是什么呢 好,包括我们运用里面 第一个叫 Common 或者是Everyday Frequent Regular Common 叫做什么呢 经常通常 通常发生的事情 叫司空见惯的 经常发生的 对吧 第二个 Everyday 每天发生的 Frequent 高频发生的 经常性发生的 频率很高的 叫Frequent Regular 也表示经常性的 定期的 基本都差不多 好吧 来 下面 The occurrence of Cancer Cancer表示癌症 所以癌症的什么呢 叫做发病率 发生率都可以啊 发病率 发生率 叫做Occurrence 就行了 好 来 再紧接着往下 下面这个词叫做什么 叫Current 什么叫做Current 注意了 你可以读Current都行 你要不说Current 或者Current都对啊 那么表示什么呢 雄词表示当前的 当下的 正在发生的 因为我们说 Occur本身就是发生 好 这个也是跑过来发生了 Ent 雄词后追 所以正在发生的 现行的 当下的 都可以表示这个Current 还可以表示流行潮流 你看 好 用作名词 你看某种倾向啊 你看 水流 电流 气流 发生没有 它就表示各种各样的流 某个潮流 趋势啊 都可以叫做Current 来我们看一下 好 雄词 表示现行的 流行的 当下的 名词表示各种流 潮流和趋势 来 我们看它常见 搭配第一个 A Budget Budget 我们说叫什么的 叫预算 什么样的预算呢 For the current year 今年的预算 当前这一年的预算 对 Current year 就是当下这一年 我们的Budget 表示预算 Strong current 急流 这个Strong 湍急的 急的 那是急流 下面 Electrical current 叫电流 你看 好 所以你发现没有 它都是翻成什么什么流 就完了 潮流流 或者是表示流行的 当下的 当前的 都可以叫current 好 来 再紧接往下 那么下面 加了个ly 在它的这个尾部 那么就变成一个副词了 那么就是当前 现在的副词形式 叫currently 就行了 比如说 Be currently Being discussed 当前正在被 对吧 当前正在被讨论 那么 现在分词形式 正在 而且是被动 正在被讨论 叫Be currently 什么 Be currently Being discussed 当前正在被讨论 好 下面 这个词叫currency 什么叫currency 注意了 表示流通中的货币 它可以表示流通 通用 或者特指 流通当中的货币 都可以叫currency 来我们看看 怎么来用的 各位 比如说 single european currency 单一的 中欧洲的什么呢 货币 单一的叫做single 对吧 european 表示欧洲的 好 流通货币 就叫做currency 好 currency 来下面 wide currency 叫广泛的流通 流行 后面这个叫做 again 这个again 表示获得 得到 对 得到了流行 什么什么东西 得到流行 全国推广开来了 叫again currency 就行了 好 所以名词表示流行 流通 或者是正在流通当中的货币 此时各位 这个enc1 它也只是一个名词后缀而已 不用管它 好吧 好 来 再往下 各位 下面的这个词叫什么呢 叫curriculum 注意了 终于在第二个音节 叫curriculum 什么叫curriculum 它特指 学校里面的 全部课程 全部课程的一个集合 叫curriculum 来 这个词啊 给你两种技法都可以 首先 这个cur 我们说过叫跑 后面的ICUL 这些都是中间的连字符号 没有什么功能 不用管它 这个UM 此时是一个名词后缀 表示地点 经常表示地点和场所 比如说 记得吗 我们有个词叫museum museum 把博物馆 它是不是地点场所了 对吧 所以跑去到一个地方上课 跑到教室去上课 所以这个curriculum 它叫是课程 课程集合 一个学期里面所有的课程的集合 就叫curriculum 或者课程表都行 那么这是一种解释 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也可以各位 这个cur 长得很像这个词叫course 注意啦 好 这个词有没有 course 它最常见的意思 它就表示课程 表示课程 所以curriculum 就是课程的集合 我们就翻成叫全部课程 或者是课程表都行 好 那么是这个词 来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 叫做the history curriculum 叫历史课程就可以了 curriculum表示课程 下面 the school curriculum 学校里面的课程 你看 好 学校里面的课程 来再紧接着往下 下面这个词叫做excursion 它叫excursion 什么叫excursion 注意了 excursion表示什么呢 远足 或者是一个短途的旅行 为什么 这是特别简单 一秒钟记住 各位 前面ex表示出去 向外面出去 这个cur 我们说跑 跑到外面去了 对吧 跑到老远的地方去了 远足 旅行 短途旅行 对 都可以叫做excursion 除了excursion 除了 你可以读叫excursion 或者是excursion 都行 都对 好吧 来 下面叫go on go on an excursion to 就是去什么什么地方 进行短途旅行 就可以了 好 来 再紧接着往下 哦 这个词出来了 各位刚刚才说过 什么叫course 我们说course 用作名词 表示课程 来来来 好 课程 看到没有 好 表示课程 还可以表示什么东西的一个进程 对 叫做course 进程 还可以表示航线航道 什么东西的进展 这是它最容易出现的意思 记住了 第一表示课程进程 第二个表示航道 都可以叫course 来 我们看一下 好 那么 首先 在跑动当中 这个course和那个course 是一回事 表示跑 在跑 正在跑着 对 叫正在行进 正在进程当中 正在跑动当中 叫正在行进当中 叫做course 所以行进过程 还可以表示课程 来 那么常见搭配第一个叫 in course of something in course of 处于什么的进程当中 在什么的过程当中 叫in course of 下面 on course 在正确的道路上面 对不对 of course 就这个of表示脱离 偏离 偏离了正确的道路 叫做of course 注意了 of course 好 偏离了正确的轨道 所以 记住这个course 常见的意思 过程 进程 还可以表示课程 航线 航道 就可以了 好吧 那么这几个意思 是比较关键的 你需要掌握的 来 再紧接转向 下面 这个词叫做cure 什么cure 用作名词 它表示治疗 治愈 解决了什么问题 好 注意 用作动词 用作名词 就是治疗的药物和疗法 都可以叫cure 来 好 这词表简单 这个cure和care 它们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注意了 它表示关心 它表示关心 那么它们的区别 就是中间原因 你看 一个是a 一个是u 它们叫同源词汇 注意了 就同一个来源 高度相关 原因发生了一些改变 care 表示关心 对不对 在这种病情上面的关心 去关心别人的病情 病人叫治疗 治愈 叫做cure 好吧 叫cure 来我们看一下 the search 注意了 第一个 叫做the search for a cure for cancer 那么search for 表示寻找 寻求什么东西 去寻求一个什么呢 一个疗法 for cancer 就是癌症的一个疗法 这个一个治疗方案 此时的cure 用作名词 我们就翻成疗法 看到没有 好 寻找一个什么病的疗法 叫search for a cure for什么什么病 就可以了 来下面 a cure for property 那么你不能说 寻找贫穷的疗法 注意了 贫穷不是病 贫穷是病吗 但也是 也是病 对吧 但此时啊 我们正规里面就是什么 解决方案 就解决贫困的方案 你看他词就叫解决方案了 对不对 病叫疗法 问题叫解决方案 好吧 来下面 这个cure economic troubles 就是解决经济上面的困难 各位 这个cure 你发现没有 此时它是做动词了 表示解决 上面这两个都是做名词 下面这个是做动词 表示解决什么问题 看到没有 叫cure 接下来 好 来我们再紧接着往下 下面这个词叫做什么 叫curious 什么curious curious表示好奇的 求知欲很强的 怎么来的 很简单 这个cure注意了 它此时依然等于care 什么care 关心 对什么东西非常关心的 ous此时 它仅仅只是个熊词后缀 表示大和多 这个ous经常用作熊词后缀 表示大和多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有个单词叫fame 名声名气 下面我们加了ous 各位看好了 叫famous famous 名声名气很大的 我们是不是叫著名的 各位 是不是要大和多 所以好奇心 这种好奇关心很多的 十分关心的 非常好奇的 就叫做curious 叫curious curious 好奇心的 十分好奇的 十分关心的 就行了啊 来 一般怎么来用呢 叫be curious about something 对什么东西 十分关心和好奇 注意它的借词 about 好 下面 下面这个词叫什么呢 叫做accurate 注意这叫accurate 这个accurate表示 精确的 精准的 来 为什么这意思呢 这个ac表示去 怎么怎么样 去不断的对准 瞄准去 都可以叫做ac 那么这个cur 表示关心 小心 或者是注意 它对于care take care 小心 注意 不断的去小心 不断的去注意 比如说你在考试 做题演算的时候 不断的小心 不断的注意 结果往往会更加的精准 不会出错 所以这个单词的根本逻辑 就是偶尔去不断的小心谨慎和在意 对吧 那么往往结果就会更加的精准 准确 就叫做accurate 就叫accurate accurate 来比如说 我们看常见的一些用法和搭配 第一个叫做accurate weather forecast 精准的天气预报 好 词是比较精准的 weather forecast 叫做天气预报 下面 anaccurate description 一个精准的描述 一个精准的叙述 注意了 account 有叙述的意思 下面 calculation 计算的名词形式 对吧 这单词我们都会讲到的 别着急 精准的计算就可以了 熊词表示精准精确的 它有个同一词规 叫做precise precise也表示精准精确的 把它下来 cre c-i-s-e precise 精准的 精确的 熊词就可以了 把它下来 好 下面 下面的词叫做 inaccurate inaccurate 不精准的 不准确的 你看 accurate 精准准确的 i-n表否定 所以 不够精准的 不够准确的 叫 inaccurate 就行了 来 再往下 an inaccurate statement 一个不够准确的 什么呢 说法 或者是一个陈述 statement 名词 表示观点 陈述都可以 下面 inaccurate information 就是不准确的 信息 就可以了 好 下面这个词 叫做 accuracy 注意了 ac-y 名词后缀 前面是精准 所以精准的名词 这个没啥好说的 这个ac-y 此时此刻 它经常就是做 名词后缀了 好吧 来 我们看一下 下面这个 搭配 这座 fire with accuracy at targets 这个fire 此时 用作动词表示 开火 什么呢 with accuracy at targets 精准无物的 击中了 开火 精准地 打到了目标 所以精准地 击中了目标 target 表示目标 下面 ensure the accuracy of all information 确保所有信息的 这种精准性 这个accuracy 表示精准 精确 或者精确性 都可以啊 此时 ensure 用作动词 它就表示 确保 或者是表示 保证 都可以 好 来再紧究 它反应词叫做 inaccuracy 那就是不准确 不够精准 就可以了啊 来再紧接 往下 各位 下面的这个词 叫做什么呢 叫secure 什么 secure secure 我们说 大家原来比较常见的 叫什么 安全的 安全的 稳定的 牢固的 叫secure 为什么呢 因为你原来 常见的这个词 它的名词形式 叫security 对吧 什么security 是安全 为什么叫做安全 为什么表示安全的 各位 我跟你说一说 怎么来的 好 前面se 它表示 离开 远离 后面 或者是不需要 这个care 什么呢 叫关心和担心 所以 就是不需要 根本不需要 去为它担心 对吧 完全让它远离担心 就是 非常的安全 根本不需要操心 对吧 远离操心 叫安全的 稳定的 严密保护的 都可以叫secure secure 来 那么用作雄词表示 安全的 稳定的 严密保护的 动词 就是什么呢 叫做获得 获得 注意了 这个非常重要 获得或者是保护 尤其指的是 通过努力之后获得 比如说 我们有一个短语 各位 好 我们先看看 secure a job 注意 此时 a secure job 那就是一个什么 稳定的 此时secure 表示稳定的 一个稳定的工作 好 a secure income 一个稳定的收入 那么我换个写法 各位 比如说 来 叫做secure 好 看好了 就secure a job 此时各位 它就不是叫做 安全稳定的工作了 它是动词 怎么样一个工作呢 叫获得 找到 尤其指的是 努力 找了半天 才找到个工作 叫做 secure a job 对不对 叫努力 找到了一个工作 所以记住 此时 它是动词了 叫做努力的 获得了什么东西 找到什么东西 而这个 secure 这个地方 a secure job 它是个雄词 表示安全的 稳定的 好 这一点要搞清楚 来 secure a contract 或者deal 那么 努力的什么呢 签订了 获得了一份合同 达成了一份协议 你看此时 它也是动词 对吧 表示 努力的获得得到达成 都可以叫secure 这是一个比较难的用法 要把它下来 好吧 好 来在警战上下 下面的这个词什么呢 叫做 insecure 那么就是什么 不够安全的 in词是不是否定前缀了 叫不安全 不自信 都可以叫做insecure 就可以了 好 比如说 low paid and insecure jobs 工资比较低 这个low paid 就薪水低的 并且是 没什么安全感的 没什么保障的工作 后面 be insecure about 对什么缺乏自信心 对什么东西 感觉到不安 都可以叫be insecure about something 对什么感到不安 对什么缺乏自信 都可以 好 下面 注意了 叫做security security表示安全 安全感 或者是正确 好 安全你都明白 为什么 前面叫secure 安全的ITY 名字后罪 对所以第一 表示安全 那么你需要重点 注意了 这个意思叫security 表示正确 招商正确 光塔正确 什么什么正确 都可以叫securities 注意了 好 叫做securities 这个就表示正确 就可以了 好 来我们看一下 那但常见的 还是表示安全的意思 来比如说 national security 那么就翻成叫 国家安全 下面security checks 那么就翻成叫安全方面的检查 就可以了 这个check 词是表示检查就行了 好 下一个 下面的这个词叫做什么呢 叫做circle 这个circle名字表示圆圈 动词表示围绕什么来转圈 环绕围绕盘 都是围绕什么来转圈 就这个意思 好吧 盘旋 环绕都一样 围绕着什么什么来转圈圈 叫做circle 来 下面我们看看 它的本质就表示圆圈 转 动词化 转圈 就这么点事 好吧 没那么复杂 各位 来 比如说第一个 叫two helicopters circle around 两个直升飞机 在周边转圈圈 盘旋 对不对 就可以了 下面 a large circle of friends 一个大的朋友圈 一大群朋友圈 注意了 circle of friends 朋友圈 注意了 circle表示圈 好 下面 这个叫什么呢 叫做 叫virtuous virtuous circle 叫做良性的 好的循环 而这个vicious 表示恶毒的 差的 糟糕的 恶性循环 叫vicious circle 所以 良性循环 叫做virtuous circle 恶性的 对不对 这个vicious 表示邪恶的 糟糕的 叫做vicious 这叫恶性循环 就可以了 好 来 下面 刚才的那个单词 叫做circle 圆和圈 你看 下面这个叫cycle 它也表示圈 还可以表示周期 注意了 好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cycle和circle 它们是同一词 这个ir 它是发 这是发i 很接近 所以它们基本上 都有圈的意思 都有圈的意思 只不过呢 这个词这个cycle 它还可以表示一个周期 或者是有两个圈 构成的自行车 对吧 这种感觉 叫做cycle 来 自行车 或者是周期 或者圆圈 都可以叫cycle 来 好 看一下 a cycle route 或者是track 自行车的路线 这个route 表示路线 track 表示轨道 车道都行 自行车的车道 下面 the life cycle of the plant 植物的生命周期 你看 此时这个cycle 它也表示周期 注意了 这个cycle 表示周期 但是circle 是没有这个意思的 下来 circle 这边是圈 或者圆 没有周期的意思 这个cycle有 所以 叫这个植物的什么呢 生命周期 来 再紧接往下 叫turn cycles per second per second 每一秒钟 每一秒钟 十圈 对 叫turn cycles 每一秒 能够转十圈 好 注意了 这个cycle 注意了 其实它更多的意思 在我们各种运用 考试里面 出现的都是表示自行车 相关的 或者是周期 好吧 那么动词 要骑自行车 来 下面这个叫cyclist 什么叫cyclist 应该 ist名词后 最表示人 所以骑自行车的人 就叫做cyclist 追了 骑自行车的人 cyclist 来 我们看一下叫 better protection for cyclists 更好的去保护这些 骑自行车的人 好 下面 bicycle bicycle 两个圈 你看 这个cycle 表示圈和环 两个圈 两个环 组成的 叫自行车 叫bicycle 那么动词 就骑自行车 这单字表简单 不多说了 好 下面 注意了 这个bi表示两个 bi表示两个 好 第一个叫 get on his bicycle 骑上了他的自行车 get on 上 上什么 上公交车 get on the bus get on the bus get on his bicycle 骑上自行车 下面 go for a bicycle ride 骑自行车 骑自行车 去兜风 bicycle ride 骑自行车 go for 对吧 就是去为了去骑个自行车 或者骑个自行车 去好好的走一程 叫做骑自行车 去兜风 就可以了 好 下面 叫bicycle list 你看 这个单词啊 就等于cycle list 对吧 就等于cycle list 都表示骑自行车的人 所以bicycle list 就等于cycle list 都是翻成骑自行车的人 就行了啊 好 来 我们看看下面的这个 常见的用法 比如这个叫做 an enthusiastic 注意了 哦 这个词叫 enthusiastic enthusiastic 叫什么 热情的 热心的 一个什么skeer 叫滑雪的 叫滑雪的人 和什么呢 和自行车爱好者 一个非常热情的 滑 既会滑雪 又骑自行车的 这么一个爱好者 就可以了啊 enthusiastic 热情热心的 skeer 滑雪的人 bicyclist 就是bicyclist 叫骑自行车的人啊 好 我们再看下面这个词 叫做recycle 什么叫recycle 循环利用回收 这个词非常简单 前缀re 表示又一次再一次 这个cycle 本身就表示 循环 转圈圈 让它循环 转圈 循环利用就是 转的圈 还使用了一样的 各位 所以又一次再一次的 循环利用 使用叫recycle recycle 来比如说 recycled paper 再生纸 可以循环利用的纸 recycle 98% of domestic waste 那么回收98%的这种家庭废物 家庭生活废物 垃圾都行 domestic 表示家庭的 此时它表示家庭的 waste 我们说垃圾 废物都行 此时recycle 表示回收 对吧 回收 recycling 注意了 加了ing 此时做了名词后缀了 所以回收利用 叫做recycling 下面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the recycling of glass 那就是玻璃的 回收利用就行了 对不对 glass表示玻璃 recycling plant 我注意了 此时叫回收的工厂 那么这个plant 我们说 用作名词 它常见的意思 表示什么呢 是不是表示植物 各位 名词叫植物 动词叫什么呢 叫种植 名词表示植物 动词叫做种植 此时此刻 做名词表示工厂 这个意思在 我们各种阅读的一节 考试里面 都是经常出现的 把下来 plant 它可以表示工厂的意思 所以 循环 废品回收的工厂 和循环利用的工厂 都可以 好 recyclable 注意了 recyclable able可以 可以循环利用的 这词都没什么好说的 来 各位 a separate bin for recyclable waste products 一个单独的 专门的叫separate 这个bin 垃圾桶 一个专门的 单独的垃圾桶 对那些 可回收的 什么呢 废物 对 可收回收的 waste products 废物就行了 废旧品 好吧 可收回收的 废物的 这样的一个单独的垃圾桶 后面 recyclable material material材料 所以就翻译叫可回收的材料就行了 好 来 那么 这就是我们在本节课里面 讲到的所有知识点 小伙伴们一定要重点关注这两个单词 它们的区别 circle 我们说表着圈 环 文字 而这个cycle 它也有圈 除了圈之外呢 它经常还可以表示周期 对经常表示什么什么的周期 或者是表示自行车 好吧 都可以叫cycle 那么 验变出了非常多的词 好 搭下去 结合我们讲的再多看几遍 加深印象 好吧 我们本节课就到此结束 下节课再见 下节词